好 接下來這個新聞是我個人看來 會覺得很害怕的 台北市環通大道 好 如果要來我們中天上班的話呢 很多人會用這條道路 說上個月才剛剛發生駕駛逆向 撞飛機車騎士的死亡車禍事件 結果呢 事發九天之後 同一個地點又有人看到 有人逆向行駛 當時呢 他看到的時候緊急按喇叭提醒 還好 才沒闖禍 休旅車在環通大道打了方向燈 往左切下一秒進踩煞車 想從防撞桿前穿越 後方駕駛目睹急按兩聲喇叭提醒 休旅車才趕緊轉了回來 誇張的是 上個月底在同個地點 才有駕駛穿越雙黃線後逆向 將對向車道的22歲重機騎士 撞飛橋下摔死 沒想到事發九天後 又有民眾凌晨在同個地點 目擊 違規逆向 誇張影片引起討論 有網友質疑 圍靠左行和向左行上扎道很難分嗎 同個地方同個動作真的好扯 現在人太依賴導航了 一有錯就會出打勢 接著實際回到現場開著導航走 左上方清楚標示 三公里後順著往右邊走 但就在扎道旁這個位置 導航路線錯綜複雜 一旦天色昏暗 駕駛人不熟路況 以為要向左切就會逆向 只是駕駛忽略最基本的標線和防撞感 逆向違規世界 宛如複製貼上再次上演 不論是否導航帶錯路 駕駛任路的基本功都不具備 真的會害慘其他用路人 藉線文翔彭新美台北報導 好明天就要收價了 在今天到底要不要加油呢 國際油價是持續在上漲的 但因為農曆春節期間 經濟部有說 各式的汽柴油價格是只調降不調漲 所以台灣中油宣布下個星期國內氣柴油 將各吸收每公升1.2元還有2.8元的漲價漲幅 明天開始氣柴油價格是不調漲的 但是到了2月14號就會恢復原本的自由市場機制來做調整了 這是一個最新消息提供給您 另外就要來看到是在桃園 桃園清晨的時候發生了一起酒駕照逃意外 當時有位車主把車子停在住家外頭 結果無端被撞 損失出股有20萬元 照市的這個駕駛疑似是因為酒駕 所以照市之後趕緊逃 好警方最後巡線找到他 但是他必不見面 讓被撞的憤憤不平 暗夜裡一步使有旅車停放在大馬路邊 下一秒一輛小轎車從後方急駛而來 不偏不倚乘休旅車撞了上去 撞機力道過猛 照市的小轎車引擎蓋突起變形 沒多久照市駕駛下車查看車子狀況 之後又搖搖晃晃的回到車上 倒車逃逸 附近凌智聽到撞機聲 立即拿著手機衝出來拍下照市的車牌 他有喊說別跑 但是還是開走了 實際來到事故現場 遭撞的休旅車車尾被撞凹 嚴重回損 看板也被撞落在地 事件發生在桃園市春日路上6號凌晨 照市駕駛疑似酒駕才會釀神事故 遭撞的車主紛紛不平 因為這一撞恐怕損失近20萬 警方巡線找到這名酒駕照逃的男子 但他卻並不見面 就是堅持不堪了 大半夜酒駕照市還逃逸 照市駕駛除了得付上民事賠償之外 恐怕得再吃上行責 記者劉志展林一文桃園報導 再要來看到是一個比較離奇的案件了 就是在苗栗縣的通宵鎮 當時這一名黃姓男子 說是在上午的時候被家人發現 城市住處前大概兩公尺深的廢棄古井裡頭 那麼警方呢 獲報之後已經趕緊到現場來做初步勘驗 目前警方的懷疑是 會不會是年節的時候酒喝太多 不小心失足墜落 而另外在南投這邊則是有一名 七十歲的阿嬤 當時開車行經田間小路 可是呢開著開著去 自己開進了木瓜田裡頭 整台車栽進去 四輪朝天 消防道場把人救出來的時候 阿嬤是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田間小路出現光點 一台車直直開進田裡 消失在鏡頭中 車輛四輪朝天 消防道場發現駕駛卡在裡頭 花了三十分鐘使用破壞器材救人 但七十歲靈性女駕駛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以呈現歐卡的狀態 那我們還是持續做CPR 一直送至醫院 當年初午晚間六點多 南投民間鄉有民眾報案 這台車載近落差五公尺的木瓜田 駕駛送醫後還是沒能挽回生命 警方正在釐清車禍原因 是否跟疾病有關 另外在苗栗通宵也發生離奇命案 救護車十萬火急來到偷天錯前 民眾遠遠指著田邊古境 有男子面朝下趴在井裡一動不動 有民眾稱其父親衰弱 警警死亡 警警方港部現場處理發現 七一名黃姓男子 掉落住家附近飛去宮城中 死者是64歲黃姓男子 家屬說平常有酗酒習慣 疑似晚上自己喝高粱喝到貓 從家裡走出來想要上廁所 結果失足掉進井裡 一早家人發現男子已經棄絕多時 城市家門口前廢棄水井 讓人不神唏噓 記者 綜合報導 不過現在大過年的 這花蓮美輪怎麼會有人這麼暴懦 好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名男子說拿出空氣槍 就朝著對接掃射15槍 那時候才發現原來他是不開心 前一天住在民宿的時候 被隔壁的鄰居檢舉太吵了 光天化日下伸傳回憶的男子 竟然一下車便拔槍 對著民宅玻璃一陣掃射相當大膽 連開15槍 男子才終於停手駕車揚長而去 這起掃射事件發生在花蓮美輪鄉 開槍的呈現男子4號和友人入住民宿 半夜玩鬧生態大聲遭到鄰居檢舉 警方上面勸導 沒想到男子心聲不滿 5號退房後竟然持空氣槍 朝著民宿旁的住家瘋狂掃射報復 至乎發現川普玻璃碎裂嚇得報警 家裡有小孩 我覺得這種也太誇張了一點 他這樣住客很吵的狀況 會經常打擾到你 忘記啊 假日當然會到凌晨 因為我們都無法睡覺 警方第二監視器沿路追查 將開槍男子逮捕歸案 男子還狡辯公稱單純好玩 並沒有要洩憤 在該犯嫌準備駕車北返時 將其待反鎖報案偵辦 全案依刑法迴損罪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凌晨擾民遭到檢舉 竟然持槍掃射報復男子刑警 太過囂張 記者劉己嬌謝淑雅 花蓮報導 李宗監dat雅 花蓮 臨時莫型